那个我们主要是利用 第一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这一个 当然我把它点开来 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上礼拜我有存档 那特别注意 因为我这个档案是XLS 也就是说我这个档案 是2003以前的格式 所以它副档名是XLS 那如果说将 后面有个相容模式 那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2007 或者2010的话 那你如果开启 比较旧的版本 后面都会出现这个所谓的 那个相容模式 那相容模式跟那个 不是相容模式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 你把游标停在 比如说A栏的任意位置 Ctrl向下 再按一个Ctrl向下 两次Ctrl按住再按向下 它会跳到怎么呢 这边有一个列数 65536 那这个6536 也就是最多 在那个2003以前的版本 它最多呢 只可以让你产生 655 就是65000多个列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增加 如果你把它另存新档的话 特别重要 这个地方 如果你把它存成什么 存成 那另外 这边另存新档的时候 有两个格式 这个两个格式 上面这个是 如果你这个档案里面呢 没有VBA的话 请你存第一个 但是像我们上礼拜呢 如果你已经有写一些VBA的话 记得喔 一定要存下面这一个 启用具体的活页簿 如果你没有存这个格式的话 特别重要 因为之前有同学 就存上面这个 如果你存这个的话 很抱歉喔 你原来VBA 就会消失 也就是它存档的时候呢 不会帮你把那个VBA 有没有 存档 它会把这个VBA 你里面写的一些东西 全部砍掉 那砍掉之后呢 像之前有同学 奇怪的东西不见了 按按钮也没反应 怎么办 这时候 它就不见了啦 不见了就要重来了 OK 那如果你存这个 那恭喜你 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存一次给各位看 记得 最后把它另存心档 这个存档的方式要特别注意 存这个 启用具体的活页簿 那它的差别就是说 它的副档名会有不同 上面是XLS 这个存起来 这个喔 它的副档名是XLSX 这个存起来的话 是XLS 是什么 后面加一个M 副档名不同 另外的话 它的档案格式会多个惊叹号 所以你看这个惊叹号 你大概就知道存的对不对 那我把它存一次给各位看 要另存心档 然后把它存在一样的位置 然后把它除出 记得喔 这个这边启用具体的活页簿 这个 除存之后呢 你要先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 那你会发现喔 这个地方会多一个档案 你看到XLSM 那不过因为我是有产生那个 副档名啦 所以会出现XLS 如果你们的那个副档名没打开的话 可能没办法看到 但是你可以看这个图示 这个时候如果再把它打开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喔 本来只有6536 你会发现喔 在Ctrl向下 它最多呢 就允许你 可以存喔 1048576 也就是说本来最多是 大概65000多笔啦 一下子爆增 可以让你存到100多万笔 那相对的 当然如果你拿它来当那个 资料库的话 如果6万多笔 有时候会很快就满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那个 100多万笔 其实 或多或少喔 存大量资料有部分是OK的啦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我们存档的方式要注意 第二个就是上礼拜 我们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那解决的方法当然很多 第一个就是手机 怎么样把它串接起来 那方法当然我们不外乎 因为REP底下有了N 那这个部分如果你遗忘的话 其实在云端上有 就这一段程式 你可以把这一段程式嘛 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呢 到这边贴上就好了 其实这个公式是可以转移的 有没有 转移 怎么样 把它打call就好了 点两下 记得这个填满 你可以这样填 不过这样填 你要一直往下拉 有时候会拉过头 所以我上礼拜好像没有特别讲 你还可以在这个空点上面快点两下 它就自动全部呢 参考什么 参考低栏 也就是低栏到哪里 它就自动把你填满到哪里 这个应该 应该会用吧 因为如果你有常在用Excel的话 这个算是比较 一般性的小技巧 因为 我们这门课不是 就是从最基本讲 所以有些我觉得可能你们会的 我就没有再特别强调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利用REPT加LEN 这个就上礼拜讲到 但是 我没有讲到 像这样的这么冗长的公式 有没有办法让它简化 所以后来的话 我又把它改成用TEXT的函数 所以TEXT的函数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后面 后面这一串呢 把它改成什么 从REPT这边把它delete掉 打一个TEXT 或者是说你直接插入函数也可以 刮弧 那特别注意 它会告诉你说 你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你的Value 你的Value